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海有一个表演艺术家叫黄中英 他曾经说过那么一句话 他说喜欢风先生艺术的人都是好人 都不会做坏事的 所以说我先给大家鞠个躬 因为大家都是冲着风先生来的 当时爸爸到故乡去 到家乡去 那么我们就关照他 你要注意一点 不要随便跟人家画画写字 他说没关系 欢喜我的话 欢喜我的字的人 一定是好人 然后我再说第二句话 因为风先生在世的时候 是风音音老师跟他最近 但是风先生走了以后 我跟他最近 我说一句大话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在风芝凯纪念馆工作 然后我用的杯子 我吃饭用的碗 上面全部都是芝凯漫画 还有我每天回到家里 因为我家里收藏了全部的原版著作 就是风先生的原版著作书 因为我比较喜欢藏书 所以说我感觉 我每天都在跟风先生在一起 所以说除了风音音老师以外 我是他最近的一个人 我就是很遗憾 因为风先生是1975年去世 我不过还好 我是1974年 我们俩就是没有见过面 但是我们一直在做这种灵魂的交流 因为我一直在学他的艺术 因为就是我感觉呢 风先生的艺术人生 并不是单面的 而是立体的 因为它很丰满 我们呢 一般人了解风先生 都是通过他的漫画 其实我们不能简单地 把他的艺术只说成漫画 就是刚才那个风音音老师 他也讲了 其实风先生有很多很多的成就 况且呢在每个艺术领域 都打造了一个高峰 就像翻译日本的原始物语 被誉为是中国翻译文学的一种风碑 所以说他的成就呢 相当广泛 况且成就飞然 所以说我今天给定了一个题目是 立体的艺术人生 因为我原来呢 是一个美术老师 后来就是不想当老师了 跑到深圳和东广这边 我做了五年的平面设计 还有摄影 还有舞台灯光 因为舞台灯光俗称打灯光 所以打灯光也对 但是呢我实在是厌倦了这种商业化的这种工作模式 因为我每天就是守着电脑 给人家设计卡片啊 设计宣传册 还有呢 五一和十一的时候 帮着人家拍婚纱照 然后晚上的时候 有的时候在那个民俗文化村 我曾经给他们这个设计过灯光 就是很多那些民族舞蹈 逮族的那些舞蹈 有一些灯光设计是我设计的 实在是干烦了 所以说想出来换一下艺术的空气 就跑到了江南 就那个丰志凯先生的艺术 把我吸引过去了 所以我就在那边安家落户 成了一个真正追随风先生的人 我们先说一下 就是心存大爱的第一点 就是民族气节 1937年11月 日军开始轰炸十门的时候 其实如果说 冯先生如果他不开始逃难的话 也可以生活 因为如果是在日具区的话 因为凤先生精通日语 有可能将来会成为一个汉奸 所以说有可能也并不是我们 现在心目中的 风之凯来 他做了一个 他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 很大的一个决定 就是您做流浪汉 不做亡国奴 这个是一种民族气节 如果他苟且偷生的话 其实也可以在日具区生活 有可能在日具区生活 比逃难还要容易得多 还有就是 又国又民 因为这个风先生曾经在 池元堂里面写了那么一句话 他说走了五省 经过大小百数四个码头 才知道我的故乡 真是个好地方 因为他特别怀念他的故乡 但是元堂被炸以后 他也没有过多地去谴责这个日本人 但是他画了很多和日本人有关的话 画的是日本的国内 有很多这个民众 比如说很小的小孩就拉去当兵了 画了很多这样的话 他是通过侧面来反映这个战争 带给人民的灾难 就是不单单是带给中国 就是包括日本也是 当时他开始逃难的时候 他说了那么一句话 他说假如有一艘大船 他想把所有的乡亲全部载走 就是免于这场战争的灾难 我们大家可以试想一下 在日军在轰炸的时候 自己要忙着自己逃命了 而他所心细的是所有的乡亲 所以这个心胸是很宽广的 我们人估计一般的人是达不到的 我会想到这里 我会想到你 这些心肺里面的秘密 在这些心肺里面的秘密